其实没有所有的标准 在遇到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成了一个标准 对吧 对 就他这样的 就是这个样子 我挺满意的 挺好的 我一直挺仰慕他的 就是觉得他挺厉害的 他这个人比较有责任性吧 各种能力方面也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就是他比较憨憨 然后比较单纯的那种 感觉就是 他对我挺好的 我感觉他挺好的 然后在家默默的无私奉献嘛 他这个人挺老实的 但是就是没时间陪我嘛 就是感觉有时候 就对他就有点抱怨嘛 爱人是家里的心内住 爱人那不是 肯定是最爱的人了 最亲近的人了 就是平平常常的 亲爱一般就这样子的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就是亲人了 就是生活相依相伴 互相照顾了 就比如有时候我去见他的时候 他会第一时间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拥抱 其实这些细节真的很让人觉得很开心吧 很温暖的一些小瞬间吧 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嘛 他还特意买了出花 说一定要有仪式感 影响深刻的 就是平常生意失败 或者我出事情 他都一直不离不弃的 在守着我 挺好的 我跟他带他第一次约会嘛 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公园 是在南昌市的一个很长的公园 然后当天我带他走那个公园嘛 走了三万多步 然后就蛮影响深刻的 因为走太多了 雪盒的话几乎都要一个人带 然后几乎什么大游数都要一个人管 于是我那个酒 不幸有那个定机就扎了酒 我二人当时比较着急 比较心疼 就想办法就把我看 感动啊 感动好像没话 但是呢 还好吧 反正不像人家 整整吵吵的我们基本上美 30年来基本上美 几乎没有 一生平淡 一生平淡 这个才是最真的 就是我母亲有病的时候 她就是对我们家的帮助很大 一直陪着我在医院照顾老人 两个人相互包容嘛 相互迁就 相互扶持一起进步 我们俩彼此反正有时候 都能包包容对方嘛 她的脾气现在有时候都不好 咱们能包容对方 对于我来说是责任会重要点 然后呢相互之间的话会比较 相信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忠诚会是最重要的吧 第一个肯定是要为人要善良一些 然后三观要正啊 就是大家有默契 然后相互合作来 有共同的价值观 要互相尊重 互相信任 这个男子汉呢就是要大步一点 就是宽容吧 两个人互相就是体谅一点 宽容一点 然后就是性格互补也很重要 首先要孝顺 孝顺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 第二个就是尊重对方 这是最关键的 诚实吧 就是坦诚 两个人就是坦诚相待 真心相待 就是挺重要的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的爱情观 可能觉得更加的单纯 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在学习 游玩 甚至说在社交网络中交往 他们应该学习 老年人对爱情的坚守 因为一旦进入了婚姻 更应该是对家庭 对社会 对孩子的一份责任 因为只有坚守 才能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加稳定 才能让我们家庭更加和睦 中年人的爱情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 更面临着种种挑战 我们更应该要学习 老一辈的爱情观 能够将抵御各种的社会诱惑 能够将双方的这种优点 看在眼里 包容缺点 相扶相守地走完一生 老年人的爱情 一样希望得到祝福 因为他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工作辛苦了一辈子 那个时代 让他们把更多的精力 付出在了工作和孩子们的抚养上 其实他们的精神生活 更应该得到年轻人的关注和关爱 尤其是失去老伴的老年人 他们也对黄昏恋 其实充满了向往 希望这个社会 年轻人更加理解包容 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好 其中也包括 老年人的晚年的爱情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